老牛的第二个问题呢 是说怎么样 把一些这个 争论啊和内耗啊 把它 把它就是 减少 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是有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参与民主运动人的 素质决定的 这个当然素质称死不齐 有的人相对高一些 有的人差一些 有的人启蒙呢 已经完全醒悟了 有的人还在启蒙的道路上 所以说会产生一些 无谓的争论 而这些争论呢 有的是很幼稚 这个很可 这个的解释没有办法 只能要耐心 你不能靠 这个拒绝争论 你要鼓励他争论 同时呢 要做启蒙工作 要把一些常见讨论过的问题 定期的公布出来 这个电脑行业啊 或者是网络的铺起 有一个英文的词叫FAQ 就是经常问的问题 因为这个老网友啊 把一些问题都讨论的非常清楚了 但是希望有来呢 他是个傻逼啊 他什么都不懂 他这个学习过程中 那老问题还得重新过一遍 你就发现这个群里也好 或者是那个各种过去时论坛上 反复是一些老问题 那老问题老网友 他明白了之后 他觉得很烦 那么新网友确实不知道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就是有一些义工 编辑一个叫FAQ 就是常常见的问题的回答 标准答案 可以做标准答案 就定期放那个地方 你一进群 先读这个啊 先把这个读一遍 解决你很多问题 这个是对于这个启蒙啊 尤其因为这个人呢 各种人的启蒙的步骤不一样嘛 对吧 这个是这个很好 这个呢 得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比较强大的 这个义工队伍 就是有人啊 这个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把这常见的问题 全部搜集起来 现在微信的问题啊 微信的优点 现在是他的言论尺度非常大 微信上面 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程度啊 已经接近于绝对自由了 很好 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呢 你跟一些不玩微信的人 哪怕他是一个很明智的 很有思想的人 你跟他解释 他都不信 这个是很滑稽的现象 我本人呢 一年之前 谁要跟我说这个 我也不信 我是本人玩了一年的微信 我才明白微信 原来有这么大的自由空间 但是微信的缺点是 他没有检索功能 他这个储存资料的功能 好的文献 你自己不存 很快就找不着了 他搜不到 这是他的缺点 那么既然知道 微信有这个缺点 那么如果有一个团队啊 专门搜集这个微信上的优质的 特别好的那个那些那些问题 就是已经有答案的这些问题 把这些很好的问题 把它搜集起来 定期公布出来 那么有些群呢 可以联手推这个东西 这个就特别有价值 很有价值 这个这是一个工作 就是把信息的整理和精致化 就是这个是信息的整理方面 这个工作其实可以做 这工作也不难 而且这种做这种工作 或者是互联网产生20年以来 一个一个一个常见的 标准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我说的不仅仅是中文媒介 我说的包括英文媒介 包括所有的媒介 因为都是这个问题 因为总有些新手刚进来 那么新手对于老手 已经明白的东西 他不明白 他很困惑 那么老手看得很烦嘛 那么我下面讲 老牛的是个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涉及到组织起来 要组织化 要阻挡要结社 那这个这个单 过去几十年 六七十年以来 不断的有优秀的中华儿女 试图去实践 我们这个宪法第三十五条 赋予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 这个结社的权利 那么每一次都被共产党血腥镇压 这个到现在这是个 这个问题无解 这是个死问题 你说你跟共产党去要 宪法所保护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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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阻挡结社的这个权利 共产党说没有 共产党他就我就违法了 怎么着 这个问题呢 我最近呢 我觉得我获得了一个突破 我觉得现在阻挡已经可以开始了 就是搞一个碎片化 预支劲式的兼容性阻挡 我们但是不叫 我的这个关于阻挡问题的这个思考啊 取得这个突破呀 我现在正在征求意见 我跟一些朋友啊 包括过去阻挡被坐过牢的哈 出出采动代价的 他们提不出反对意见来 他们他们没有办法否认我这个说法 是可行的 就是他们认为是可行的 只是说怎么做的问题啊 就是我再强调一下 我这个是一个啊 叫就是一个预支件式的 首先全国各地都有我的预支件 那么这个预支件呢 就是各地的支部吧 就算 这个支部呢 都是按照我一个兼容性标准 就是我有一个党的宣言 我们党要干什么 党的性质是什么 这个每个人要背的清诚土主 要认同我这个党的宣言 你才可以建这个支部啊 那么但是我这个党呢 不叫党 没有名 我现在 我这个党啊 是有识无名 然后我过去打个比方 就是说 就好像这个男女关系哈 没有领结婚证 没有法律 没有法律上的地位 那个我们的党员 我们同志之间都可以互称我党 就是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这个党就是不给他取名字 为什么不取名字呢 那就是特殊情况 你一取名字 共产党就可以 依这个名字来定你的罪 那共产党就迫害你了 那现在我们就假设哈 我们都有共识 共产党是一个流氓 他们是 首先共产党是不遵守中国宪法 第三十五条的 他是剥夺了宪法给我们的 宪法三十五条给我们的这个 阻挡劫的这个权利 那么这也是个现实啊 他掌握的军队 掌握的国家机器 那么我们为了避免这个镇压 我们都不取名 我们党没有名 现在 那么人家就问了 那你没有名 能发展起来吗 能 你要仔细思考 这个党 什么叫党 你想明白了 你就知道了 对吧 其实这样的党到处都是 那么但是到底都是这些组织啊 社团啊 或者小团伙啊 他没有任何力量 尤其在政治上没有力量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没有共同的信仰 这几个 这几个 全国国里比如说 有几万个这种小社团 互相之间 谁也不负谁 谁也不认动谁 但是这不是一回事吗 那我们这个 这个号召起来 发起的这个党呢 他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党要首先解决的 就是这个兼容性的问题 一定要在共同的理念上 要兼容 等共产党一垮 或者允许阻挡的时候 我们这个党很快就组装起来 谢谢大家